我要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林依如 台湾的本土疫情炸锅 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首度破了千例 在今天是来到了12009人确诊 个案总共是分散在全台湾19个县市 那么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 就是台湾现在有4个县市 包括了新北 桃园 花莲跟台北 确诊数都突破了百例 专家就点出了 台湾的高峰有可能会来到百万人确诊 对此指挥官陈中回应 确诊病例要破百万也不是不可能 而目前新北市已经率先启动居家照护 收治三百二十六户 高雄也提出了申请 花莲则是在整备当中 成长的比前两天都来得多 冷静公布台湾本土新增确诊数首破千例 数号这天暴增一千两百零九人染疫 中症患者也在增加十人 知识会官十二号采预告 本土单日确诊月底会破千 如今才月中就已经提早发生 让人担忧未来疫情走向 由于是以病毒复制周期三天来计算 预估再过两个礼拜 每天本土就会破万例 不过在十五号破千例之后 理论上民众会减少移动 但一时是紧如果大家还没警觉 只需要二十六天就会单日破十万 有学者引用国外确诊数分析 台湾的染疫高峰 最后恐怕会有百万人确诊 但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有过半的人是没症状 也强调我们就是要被感染才能往前走 因为民众关心未来台湾是否能像南韩一样 解除社交距离下调穿病等级 当作一个流感化来处理 这个方向是对的 丹麦冰岛染疫率都超过一半 做任何的管治也没有意义了 不过这都是经过一阵子的一个痛苦 材料现阶段台湾重点就在减灾 包含疫苗接种药物准备跟轻重症分流 而原本的高风险县市北北基陶 其中新北率先启动居家照护 目前已经收治三百二十六户 最新被列入高风险的高雄 也有提出申请 花莲则是在准备中 只要申请通过就可以立刻启动 就已经本来特别懂 在准备中却有点重变剧